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 我其实是不太愿意 把这种事情讲出来 但是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也是个缘分吧 也是个机会 当时我们准备是十一 结婚 然后呢 我们把所有的细节呀 策划案呀 包括所有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呢 九月份呢我就去 拍戏去了 结果刚到剧组 这行李还没打开 海璐就给我来一电话 然后她就跟我讲 她说你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要挺得住 我这一听 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说 我说你说吧 她说 弟弟走了 没了 没了 然后我当时呢 确实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说 谁跟你说的 她说兰州那门 确定 这是一四年 然后一五年的一月二号 这是一四年 给老父亲两千年的时候 就是肝硬化 两次并为通知书 那么等于是在一五年的 元月二号吧 老头就走了 等于先后的这个一百多天的时间里面 我们原始的家庭四个人 等于少了一半 我就记得就是 出病的那天早上 然后呢下着雨 然后 老母亲就坐在外面说 那我说心就是我是被难过 我 对 对 对 我现在也能听明白 为什么 海鲁姐说 她不想再看到你 回忆 这些事情 这个婚礼不会再办了 黎太觉得我很难过 可能一时半会儿这个劲儿也过不去 所以呢 她当时就决定 她说 这个婚礼我们就 不办 所以我总觉得呢 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 愧疚